弟兄姐妹,主内平安,欢迎收听《清晨干路》,今天是10月9日,我们要默想的主题经文出自游大叔一章24节,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。 从某一方面看天路是很平稳的,但从另一方面说没有一条路比这一条更艰险了,其中满了困难,一失足就走入歧途。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所走的路是多么滑啊,我们常用诗人的话说,我的脚几乎湿闪,我的脚险些滑跌。 若我们是一些强壮而健步的爬山的人,这当然不算一回什么事了,但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呀。 我们在康庄的大道上也会颠滞,在平坦的大路上也一跌倒。 我们的双膝无力支持我们摇摇欲坠的身体。 一根草能半跌我们,一块小石子能伤损我们,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好像是才学步的小孩子,我们的天赋用手扶着我们,不然我们就避跌倒。 我们真该赞美神,因为他天天耐心地看顾我们,为的是保守我们不轻跌。 你想,我们是多么容易犯罪,选择危险,自甘跌倒呀。 但这些更能使我们高唱,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,愿荣耀归于他。 魔鬼千方百计地想把我们打倒。 入途崎岖,身体疲弱,再加上恶敌四伏,他们就在悬崖绝壁之间成我们不备的时候,起而攻击我们,打倒我们。 只有全能者能救我们脱离,要毁坏我们的埋伏着的仇敌。 他的绑壁要保护我们。 他的应许是信使的,并且他能保守我们不跌倒。 我们虽然软弱无力,但我们要快乐,要坚信我们必十分平安。 就是世界和地狱一同来攻击我,只要有耶稣的神能与我同在,就必平安稳妥,因他是我的一切。